欢迎收看财经护城河 各位同志们 大家好 我是伦高 好那这冬五节假期呢 稍微这样过了一下去 那这个过了这冬五节之后 那这行情到底会不会变盘 大家就怎样开始在想 在想东想西 在冬五节之前呢 我们就已经跟大家讲过 这节气呢 这改变 那这冬五节之后不会变盘 那在今天的台币股市的表现 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 它算是一个开一个平高盘 那在早盘出现一些震荡 那在这最后这缩盘 是缩在这个上涨53点 16605点的这个位置 成交量是这样 稍微的这样 没有扩增 那感觉听起来就怪怪的 好这样子讲 那我们要来看一下 这大盘今天的开盘量 那开盘量的这个数字呢 在今天是这个255亿元 理论上逻辑上 那这个成交量呢 这开盘量开出来的 这个最后的缩盘成交量 应该是在2700亿 到这个2500亿元之间 那这个如果差一点的话 应该是在2600亿元左右 可是最后的收盘只有2102亿元 所以呢我们会说这个地方 稍微的有点减低 这降低 那对这个行情的这个 这个看法 那接下来的操作的这个重点 在哪里 那我们直接就来跟大家讲 那今天这个节目的 这个关盘重点 在这个地方 第一个 今天晚上凌晨1点 那这个苹果WWDC 这样开发者大会呢 这个果粉是期待的 那这全球的投资人呢 则是怎样关注 那你跟我都是这样投资人 好那再第二个是什么 苹果的供应链墙长 那在这个鸿海集团 与大力光成为市场上 这个最重要的一个焦点 好那这个重点 当然还是要把台积电拉进来 那台积电到底应该怎么解读 待会我们也会跟大家讲 那再第三个是 这个冬五节假期呢 这个美国股市呢 出现一个大幅的震荡波动 那整体呢 那这个星期四的晚上 跟星期五的晚上 美国的股市表现 算是一个中性偏多的一个走势 那今天的亚洲主要股市呢 是以这个利多来反应 好那对台币股市的角度呢 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了 今天算是一个开平高盘 那最后缩盘 在这个地方是上涨了53点 那主要的原因 当然是跟亚洲主要股市走强 另外一个是什么 我们刚刚已经讲过 节气节气 节气的变盘 不会出现 更重要的是什么 更重要的是 这个消息在这个时间点 要出现 这个时间点是什么 好 从这边 看一下一点一点 这是凌晨一点 明天早上的凌晨一点 WWDC开发者大会 全球的果粉 怎么样 期待 会有新的产品呢 会有新的东西可以买 看会不会有 SARS级的应用产品 这则是投资人要关注的 这SARS级的应用产品呢 对于你未来投资的方向 就这样 会变成是一个重点 变成一个重点 好 那在这个之前呢 这个前一个礼拜呢 这整个市场呢 都已经将把这个 苹果WWDC呢 分析的非常的清楚了 那总而言之 那讲这个讲简单一点 就是这样 往这个第一个 新版的这个作业系统 iOS16开始这样 期待 开始这样 观察 那第二个是什么 第二个是这个 realtese realtese os 这个地方就怪怪的 ok 好 这个realtese 如果你去google一下 这个发音 这个不是lite 不是lite 是realtese realtese 好 realtese 的OS 这个地方是这个重点 中的重点 那为什么 因为它是一个头戴式的装置 好 那第三个是这新款的 make book air 好 那这个地方 所最重要的 当然是这样 m2的晶片 这三个重点呢 在上个礼拜呢 全市场呢 在台湾的消息呢 就这样冲刺 好 那一波接一波 一波接一波 好 那如果你不懂呢 都已经看到懂了 那我们也不用再多说了 那我们就直接来看一下 观察的重点 就是这三档股票 第一个当然是怎样 台积电 第二个是谁 红海 那苹果最大的怎样 上游应该讲说这个林主舰 这个最重要的一个这个厂商 就是台积电 那台积电最大的这个客户呢 就是苹果 所以呢 这个地方台积电跟苹果开发者大会 当然要怎样绑在一起看 苹果未来好不好 当然也要跟台积电绑在一起看 另外一个是什么 另外一个是红海 这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 代工组装厂 好那红海跟河硕当然是有分吃苹果的订单 但是讲来讲去从以前到现在 那这最重要的还是红海 那这中间 这也牵扯到什么 最近几年的这个红色供应链 大家都比较看衰红海 看衰这个河硕 那反而是怎样 看多了这个蓝丝科技 看多了这个力讯 这个事实证明 事实证明呢 好那大家还是要把这个关注的眼神 关爱的眼神放在台湾的怎样 公司上面啊 红海合硕还是怎样 你必须特别特别留意的 那更重要的是这支股票叫做大力光 大力光呢 在过去一段时间曾经让这个红 让这苹果吃鳖 好那为什么会叫 会让苹果吃鳖 因为大力光的这一个产品是怎样 无可取代 好无可取代 好那这产品又要升级 好那这个地方毛利率就怎样 就压不下去 那苹果在过去的很多年 就开始告诉大力光 好你的这一个 这个光学镜头要降 这个成本要降低 售价要降低 好那这大力光的这个 这个经营高产 当然是不肯 不肯就不肯 好那这一个苹果 当然是这样把订单 开始转晚他要培植的所谓的第二厂商 从中国到了顺宇光学 到台湾的郁金光 好那这培植的这个时间点 算是有拉的比较长一点 好那使得这个 这个大力光是怎样 风生水起 但是在最近的这两三年内 这个市场上是明显的转变 好这郁金光抛出来的 这一个所谓的这一个 技术制程的这个量力率 拉的非常的高 那使得大力光的订单就开始流失 那顺宇光学当然是怎样 跟郁金光的这个技术 看来是有同步往上走强的 所以大力光在过去的一年 在过去的两年 他被股市呢 强涨创新高 创历史新高的同时 大力光根本是怎样 跌不疼娘不爱 在我这个节目 曾经跟他讲过 大力光已经跌不疼娘不爱 非常非常久的一段时间了 你可以看得很清楚 这是2020年的年初 2020年的年初 他就开始这样往下回落 到2021年到2022年 这个地方是这样一路的走低的 但是同一个时间的台币股市的大盘 却是怎样 从这个地方 8523开始往上走高 再创历史新高 是在这个地方18619 大力光在过去的两年 根本就是怎样吃憋 这没有人要没有人要 如果以周黑线上面的角度呢 他事实上就从2019年的怎样 年中开始就开始往下回落 好那这是最近的两年到三年 这从玉君光开始抛出来 这个两地率的好消息之后呢 这个大力光根本就没有人要 那如果你看我的节目的话呢 我们曾经有赚过这个大力光的钱 这个大力光的钱呢 是在这个3000多块的时候 跟大家讲的 这个 这个股价 这个股价呢 这个 时间点 时间点呢 我们这个 K线有点久 那没关系 我们就不说了 总而言之赚钱的 我们不说 但是我们这个下跌的 有没有提醒大家 有没有 有哦 你看我的节目呢 我们就曾经有跟大家讲过了 这下跌的时间点 这下跌的时间点呢 在这个地方 这个系统切的比较 比较跟轰天的也不太一样 那我是切 这个地方 跟大家讲一下 好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呢 曾经 这一个有跌破3000块 这地方曾经跌破3000块 跌破3000块 当时呢 我刚才讲 他锁住2800块呢 因为往上反弹 然后往上反弹呢 这个地方 我们当然是怎样 看多 怎样 看多大力光了 这一个时间点 曾经大涨 那我们曾经跟大家讲过了 好 那大涨 强涨之后呢 这个地方怎样 往上攻高 却是攻不上去 好 攻不上去 在股价回落的时候呢 我有跟大家讲过 在股价攻不上去 就怎样 有点该涨 却不涨的一个讯号 那往下回落 当然是怎样 上涨怎样失败 好 上涨的失败 那这个时间点 我就跟大家讲了 好 那股价 未来会怎样 往下看 好 未来会往下看 我们就直接跟大家谈到了 这个所谓的1800 1500 好 当时呢 你会觉得非常非常的远 但是那股价呢 是确实是 真的是往下一直回落 那这个回落到 这个2000块附近 又锁住了 好 这锁住之后呢 再往上反弹 当然是怎样 还是反弹失败 那最后呢 还是往下回落 那来到我们所跟大家讲的 这个过去 好 从这大立光的股价 从800块上涨到1300到1500 这1500呢 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水准 这个这个这个关卡 好 这个地方是怎样 1500一旦突破 就这样 直接冲上去2000块 好 这个这个过去的 我们这个时代比较久远 就有很多人在那个时间点 是大赚 这大立光是买1100的 买1200的 1300的 1300多的最多 那这个股价是从1300涨到1500 是直接穿过去 那就直接攻到2000块附近 有人非常非常开心 好 所以呢 这股价从高档区往下回落呢 1500这个地方 当然会有怎样 会有手 1800这个地方呢 当然也会有一点 这一个支撑 好 这是过去我们跟他讲的 这大立光的股价呢 因为我们最近也没有操作 但是我们在节目上面 曾经跟大家提醒过 那我们就不多说 这股价上面的变化 基本上呢 我们分析没有怎样 看法没有差异太大 那以如果这一个 大立光的基本面的角度来看 那这平面媒体 我们今天的这一个 这个工商时报 就直接怎样 丢出来 头版头的消息 大立光 六月重访荣耀 投资朋友 这边有两个重点 第一个 大立光的营收是怎样 由衰退 开始要转为正成长 那这时间点是怎样 这时间点刚刚是怎样 步入了电子的这个旺季 好这拉货潮 这拉货潮从五月份的营收 开始怎样 往上增加 六月份会这样再拉高 好这是第一个重点 第二个重点 第二个重点 就是你想都想不到 第二个重点 那你一定要特别特别留意 在最近的一两个月 在最近的我们的平面媒体 登出来头版头条的这个个股 股价通常这样 登出来之后 股价就开高走低的几率 就大 我再讲一次 在最近 这个几个月的这个时间内 那我们的这个平面媒体的 头版头条丢出来的消息 哪一档 如果是个股 如果是个股的消息 哪一档公司的股价 通常都是怎样 会开高走低 就像当初的这一个 这个联发科也是一样 就还有好几档了 我们不讲了 好那就总而言之 那股价通常就这样 开高走低会跌给你看 但是在今天大力光的股价 却是怎样 开高走高 好 同志们 这个重点呢 你必须要特别留意 刚刚我讲过 这是一个基本面 时间 转换的一个重要的时间 这是跟营收有关 好 另外一个是什么 好另外一个是市场 好市场 这市场的气氛 在这个地方有转变 大力光的股价是怎样 跌不腾 两不爱 放一个重要的 头版头条的利多 它的股价是怎样 开高走高 收在这个地方 好大涨了8.3% 好同志们 这个地方是怎样 整个市场也在转换 好你必须要特别特别留意 所以我跟大家讲很清楚 我讲的 再讲一次好不好 台北股市这地方 你操作交易心态 一定要怎样 站在怎样 偏多的这个角度 好那如果你是我的会员呢 我们在这冬五节之前呢 就跟大家讲过呢 这个冬五节呢 要开心的放价 好不要想太多 那你的操作心态 可以这样中性偏多 你交易呢 要站在买方 那如果你是会员的话 你就应该知道 好那再来 我们拉回来 在这个基本面上面角度呢 在这个手机上面的出货量 在对这个台湾的 这个电子业的忘记呢 大家还是有一些疑虑 现在很多人 很多市场 一直这样 股票这样 不太会涨 股票呢 不容易赚到钱 投资方向这样怪怪的 那讲多好像也对 讲空好像也对 然后大家就开始讲 带你去讨论总体经济 哇 懂得没有 总体经济啊 从这个美国的升息 讲到通膨还讲不完 因为又讲到这个 所谓的这个 这个 这个 私月率 跟这个所谓的 这个就业人口 非农就业人口 跟这个所谓的 这个 这个 PMI 好这地方呢 如果你要把总体经济的 这个数据 拉进来讲的话呢 分析的话呢 这个格局好像就变 变大了 好那过去呢 在股市走多头的时候呢 在这个 每个股票的时候 每天都在讲 这支股票涨什么 这支股票讲什么 你讨论的都是什么 产业 好你过去呢 股市走多头的时候 你都是讨论是产业 你都是怎样 着重是各股的 这个财务报表的分析 那这个时间点 股市不好的时候呢 很多人带你去怎样 研究分析 总体经济 哇 投资票 那你每一个时间点 每一个时间点都在变 投资票我会跟他讲 你如果对这个市场上不太了解 这讯息面太多 你就没办法 就没办法 这个看准未来的方向 你投资肯定会有一些问题 那像这个消息 消息呢 我们就直接告诉大家 这个地方是说什么 手机 全球的这个智慧型手机呢 年减8.9% 那前五大的这品牌呢 已经有一家成长 那在这个消息面出现之前呢 很多人告诉你呢 电子业的这个供应链是断链的 电子业的这个供应链是这样 出现问题的 因为中国大陆的疫情的影响 那这电子业的供应链 这会出现怎样 这个订单怎样 订单还有取消的 总体要重复下单 订单取消 这两个不一样 重复下单 订单取消 那这订单取消 造成是什么 库存增加 这话说的很多 好 那我们就直接跟大家讲 这依照这个Trainforce 告诉大家 在今年的这个手机出货量 这一个这个相机模组 这出货量 可以高达在50.2亿颗 年增大约是5% 这是我上个礼拜 告诉你的一个讯息 这讯息呢 你也在很多的 在投股老师的分析室上面这个节目 你是看不到了 我们来看一下这三颗镜头的这个地方 你可以看到2018年 它的出货量就是在橘色这个地方 那2019年是怎样子 到2020年到2021年到2022年 这一个地方是怎样持续的扩增的 这三颗镜头是来自于哪里 好 投资料 你再思考一下三颗镜头 有哪些手机品牌 品牌手机 镜头是三颗的 苹果是不是其中一个 是吗 所以呢 我已经跟大家讲得很清楚了 那在今天 你就看到了什么 大力光 六月重访荣耀 投资料 这个地方 这个卖动呢 我就直接跟大家讲 这过怎样东午节之前 很多人怎样 悲观的扛股票 当时我叫你怎样 要爆股票 当时我告诉大家 台北股市呢 在16300点之下呢 会有支撑 那如果跌破16000点 你还是要站在买方 为什么 因为我们过去 曾经跟他讲得很清楚了 讲得很清楚了 台北股市呢 我原本的这认为 股市会杀到这12000 13000附近 那因为呢 那他有再创一个历史新高 这18034呢 被突破之后 来到了18619 再创历史新高 所以他往下回落 那我认为应该都会锁住15000点 这是过去 这去年哦 去年的时间太久了 我们也不 也不用再跟你讲 说讲的继续迷 但是我会告诉你 就是有这件事情 那这股市从18619开始 真的往下修了 修到16300点 你觉得还要再跌 就真的有跌了 好那这地方我叫大家怎样 要弯腰减黄金 要怎样 站在买方 好那大力光大力光的股价呢 在这个时间点 当然过去的这个一个月 股市下跌的时间 在过去的这一个 半年左右时间 股市下跌的时候 他当然是下跌了 但是你可以看得很清楚 有没有足底的 这是大力光的周K线 有没有足底的 有啦 这地方到底12345678 至少有两个月的一个底部了 好所以呢 这个股市 投资面你必须要特别特别留意 这我就再讲是 五穷六绝的期上吊 过去呢 是你逢高卖股票的时间 在今年 我讲的非常的清楚 五穷六绝期上吊 反而是你要怎样 逢低站在买方的这个时间点 那大力光的股价 今天强涨了8.3% 另外一间公司 跟他合作的叫做先进光 直接攻到了涨停 一样的 一样的 这买盘在今天都是同步出现 好这个地方拉台 这个地方也拉台 那这最后缩盘 一个是缩在涨停 一个是缩在8.3% 这两间公司呢 过去呢 曾经因为的专利权的问题 打了一场官司 最后算是和解收场 好那和解收场之后的 大力光股价 这样积蓄的这个往下回 如果那先进光的股价 表现也算怎样 抗跌的 但是呢 在这个光学需求的 这个情况之下 稍微的压回 那这压回之后的股价呢 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 压回之后的股价呢 这个地方是先进光的股价呢 这个特定的主力大户会进场拉台 但是你操作上面呢 你必须要怎样观察是大力光的股价 好那我再讲一次 你要买大力光 大力光比较贵 那我们不建议大家去买进 那他上涨的这一高点呢 这个反弹的这个位置呢 我认为 我认为呢 好他会来测这个地方的压力 这个地方的压力呢 这个 大约是在这个 这个地方会比较重一点 大约是在这个2000块左右 这2000块左右的压力会比较重一点 好那这个大力光股价再往上涨呢 这个如果从碰到压力不会上涨 那这个就算了 那如果是直接下跌呢 那可能会你会赔的比较多 所以呢 这个如果你喜欢 我会建议大家看着大力光来操作先进光 那先进光的股价呢 当然会比大力光的这个活泼度还更高 还更高 好那这个大力光如果不会走强 那你先进光就不要怎样 太过贪心 那懂得见好就收 可能会比较好一点 好那我们继续看一下去呢 那除了这个大力光之外呢 另外两只重要的股票 当然就是台积电跟鸿海 好台积电的股价呢 跟鸿海的股价呢 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 鸿海是怎样 是一路的往上走高 这是从4月底的时间 台币股市大跌之后的股价 领先上涨的是谁 是鸿海 那这个地方同一个时间点 你可以看得很清楚 好这台币股市的大盘是怎样 打下去之后呢 反弹之后再破一次底 好那鸿海的股价呢 这地方还没有破底 好没有破底 没有破底就直接拉高了 这个时间点涨的幅度呢 虽然不是这个非常非常的 这样大 但是呢 这是稳健的走高 好那这相对的是怎样 比这个大盘的强势 非常非常的多 这叫做鸿海 那么对于鸿海的股价的操作呢 过去呢这个一整年呢 你会发现说这个股价呢 这个地方老师他可能是叫做不动场 买鸿海好像都怎样赚不到钱 你买鸿海呢 在过去的一整年的时间点呢 好像这个地方都怎样赚不到钱 相对很多的其他的股票呢 你会觉得说老师我买鸿海 就怎样懊恼 可是投资朋友 在这个时间点下跌大跌的时间点 你看台北股市大跌的这段时间点 这个地方是3000点的一个跌幅 有很多电子股呢 是跌超过了三成四成 好那基本上都是四成起跳 那鸿海的股价呢 有没有在这地方跌四成 当然没有 有没有跌三成 当然没有 有没有跌两成 好像也没有 同学啊 他是一档强势股 好那这这一波呢 就怎样相对就走强了 好那过去呢半年 你会觉得说老师我买鸿海 好像怎样没有什么搞头 但是投资朋友 应该讲说这个半年前 也就是在今年的年初 跟去年的年底 2021年的年底 2022年的年初 好你会觉得说买鸿海没有搞头 但是投资朋友在今年22年呢 这个时间点你就看得很清楚 好那你过去爱鸿海爆鸿海 事实上呢 会比你买其他的股票 虽然有赚到钱 但是呢他也杀 杀到你这样 杀到你心慌慌意乱乱 但是呢鸿海在同一个时间点就不一样 那对鸿海的操作 我们赶快就跟大家讲了 好不好 112.5元突破 这个压力 我说过了 你就要怎样 手中股票要加码 好如果当时你是我的会员朋友呢 我们跟大家讲 我们是买另外一支股票 叫真顶ky 那为什么 因为我们手中已经很多鸿海了 那这鸿海的股价再往上走高 在119.5附近 当然还有一个压力 这叫做一个压力带 这压力带一旦用 怎样 中长鸿再继续的往上突破 再往上攻高 同时鸿海就怎样 你会被迫一定要买进 好那如果这地方鸿海的股价 稍微的整理 你觉得你有没有 有没有要卖股票 有没有要卖股票 好同时 如果你以短线上面的角度来看 当然 你站在卖方 那我们这 没有任何的反驳的机会 但是如果你中长线的角度来看 当时这地方叫做一个三角形的收链 我们在节目上面就跟他讲过 他是怎样 突破的 上个月的时候 我就已经跟他讲过 他是怎样 三角形的一个大的收链 在这地方突破了 我已经有跟大家讲 你一定要买的 当时是怎样 104 105 同时那个时间点 我就跟大家讲了 那这股价往上走高 他是怎样 突破三角形收链 这个地方才刚刚起涨 第二个月而已 好那你以短线的角度 想要怎样 卖股票 但是以中长线的角度呢 你可能也讨不到好的便宜 你可能卖掉 想要低接 接不到什么好价位 不会差太多 好不好 那如果万一直接涨上去呢 突破119.5是怎样 带量突破 是怎样 再冲出去一根中长红 那你卖掉 你就怎样 就可能会用追的 用追的 好那这红海的股价呢 这个地方我们也不多说了 我们就跟他讲 这个时间点 大力光 红海都怎样 都已经受到市场的关注了 那台积电 台积电 这个不仅仅是市场的关注 是我们各个投资人 都在看的股票 台积电最近的股价呢 跟大盘来做一个对比 这是大盘 这是台积电 你可以看得很清楚 是不是感觉上有点像 好真的是有点像 然后这不过呢 以这个位积的角度来看呢 台积电的股价呢 在最近的几天比较弱 但是如果以过去 这一个礼拜来看 台积电股价呢 会比较强 所以呢这个地方 台积电的稍微 最近的这两三天 比较下跌 这收黑K 我认为是因为 涨的比较多了一点 稍微整理 这个地方有一个跳空缺口 这个跳空缺口 不管有没有补到 都会是一个买点 头像我再讲一次 这个地方的跳空缺口 如果有回补 跌破这一根红黑线的低点 就叫做回补 如果有回补 是买点 如果没有回补 再往上攻高 一样也是买点 换句话说 如果要回补 明天就会补了 如果明天不补 就往上涨了 你还是要 是要站在买方 好 这台积电的故事呢 我们不多讲了 那对于这台积电的 这个大客户 苹果的供应来讲 今年的这个WWDC 重点上叫M2的晶片 M2要采用这台积电3奈米 3奈米是沿用了 这一个台积电的 FinFi的制程 这两滴力 我认为 在今年的下半年开始量产 这初期 每个月的这个产能 是这1万片 好了 这两滴力 我认为拉得非常的快 拉得非常的快 到明年会有这3奈米的Plus 那这明年的这台积电的 这个营收贡献会更多 好 那这个地方 那讲到苹果的供应链 这大力光 红海 这个台积电 讲完了 那这地方 当然有一只股票 非常非常重要的股票 叫做真顶KY 真顶KY 相对于台积电 相对于红海 相对于大力光 他是怎样 比较怎样 小的公司 但是呢 这真顶KY 这样相对于红海 相对于大力光 相对于这个台积电 也是属于怎样 机优的股票 好 那真顶KY 是属于这个红海集团 里面的这个PCB厂 那这重要的PCB厂 那这这个 IC载板上面 会有一个新产品 他的这一个 这一个 客户产的这样 好 IC载板的客户群 这个规模这样 扩大到 从这个苹果的供应链 扩大到这飞品阵营 好 如果以这个新产品角度来看的话 那苹果今年在这样推出这一个M2 M2呢 这是新的这个笔记型电脑 这笔记型电脑的这市销售市占 拉高之后呢 未来的这样真顶KY的这样贡献 这样营收 当然会这样也会拉高 更重要的是 有另外一个叫什么 reality reality OS 好 这个地方叫什么 窗带式装置 那真顶KY 有一个新产品 叫做ABF载板 这ABF的载板呢 后续呢 不能被苹果这样 拉为供应链 是大家必须要 特别特别留意的一个重点 那上个礼拜五的这一个 不是礼拜五 上个礼拜四的这真顶KY 当大盘上涨之后呢 它股价是稍微下滑的 那在今天的这个台北股市 找盘比较弱的时候 真顶KY的股价呢 今天表现还可以 所以呢 在操作上面 在找盘的时候表现 还比大盘强劲一点 好 那这有一特定的买盘进场 好 在操作上面呢 我们就直接跟大家讲 这地方 你当然是怎样 短线上面会有一点点 碰到压力 碰到压力 但是这压力有没有很强 这地方留了上引线 这地方留上引线 那这个地方又留上引线 这种人之外 就是怎样 就是有压力 这压力呢 这以角度 以这周K线上面角度已经出现了 但是以月K线上面 推升的力量 还是持续的 所以我认为这个压力不会很大 这压力不会很大 这边修正的这个时间点 到底会有多久 以这几短线上面的角度来看 30分钟的线路呢 持续的这个要往空方发展 那这个60分钟的线路呢 算是一个修正上涨的乖离 那这90分钟的线路呢 也是在这个整理的一个情况 所以明天的真顶KY的股价呢 是让开高或开低 将会是怎样 明天行情的一个重要的指标 那明天如果开高 那这真顶KY会只这样 会继续走强 明天如果开低 那开低呢 这股价呢 会比较偏空一点 但是呢 这个地方如果是开低的话呢 这个成交量应该也会缩掉 应该也会缩掉 那股价短线上面 在明天如果开低 往偏空的地方发展 那这地方当然在114附近 那这大家也是要特别特别留意 能不能守得住 如果守住 当然会有再一波 当然会有再一波 好吧 好 那这真顶KY 那我们就不多说了 那对这个苹果相关的讯息 我们在上个礼拜 也跟大家讲过了 M2跟这个妥卫式的装置 那这个刚刚我们也讲过了 那这个M2 那笔记型电脑 跟这个reality的OS 也就是跟这个有关 好 那这个地方的 这个鸿海集团 也要必须特别特别留意的是什么 电动车的发展 投资本来电动车 这个趋势绝对不会改变 在现阶段 你可以看得很清楚 台塑集团 怎样开始这样 充斥了电池材料 除能的应用 投资本来这节能绿电的趋势 绝对不会改变 全球暖化 造成的这一个天气气候呢 这改变的这个效应 在人类的这个史上呢 这已经开始这样加剧了 好那这节气节气呢 我们的上礼拜已经有跟他讲过 这节气节气 我们的梅雨季节 竟然是这样五月份才出现 好比过去的四月份 还这样晚了一个月左右 所以呢这个全世界的这个 这个气候暖化的这现象 造成这 全球暖化 这个造成这个气候 这个变迁 这个已经怎样有明显的这个效应了 那在这个地方 节能趋势不会改变的 节能跟绿电的趋势不会改变的情况之下 你要特别特别留意的是电池 电池 如果你是我的会员朋友呢 我们在六月份的线上投资展望的内容上面 就已经跟我的会员朋友讲的很清楚 美国这个对中国大陆高科技的打压 第一个叫什么 数位科技 第二个叫什么 半导体 第三个叫做电池 如果你是我的会员朋友的话 你就可以听到我在这个线上投资展望的 六月份线上投资展望的内容上面讲的很清楚 好所以这个地方 大家特别特别留意的是怎样 台达店 联合再生 好那今天走强的 还是这样 这个太极跟这个茂迪 好那我问你一件事情 如果你是台塑的老板 今天你要再做一个怎样 绿电 这电池材料跟着 跟这个太阳能来看的话 你要找谁 好如果你是要做太阳能 这除电的话呢 你要找谁 当然是找大厂 对不对 找硕核 当然要找谁 找台达电 当然要找谁 找茂迪 为什么 因为他太阳能的转换效率是怎样 是全世界最高的 那如果是电池呢 好 要找谁 还是要找碩核 好为什么会这样子讲 因为这个碩核是这个红海电动车 这个固态电池上面的合作的厂商 中烫的熔烫跟这个碩核在这个怎样研发 在研发 好这碩核的股价呢 在这个地方毕竟要特别特别在跟大家提醒 全世界在锂电池的这个有70%的产能是来自于中国大陆 那在全世界的70%的锂电池的产能呢 这样受到中国大陆控制之下 好那美国会怎样 会很紧张 我刚刚已经讲过了 如果你是我的会员朋友在6月份的线上投资展望 我就已经跟他讲的很清楚了 好 数位科技 半导体跟电池这三项是怎样 美国要打压中国大陆的高科技 所以呢 现阶段这70%的产能 你必须要特别特别留意是怎样 最近的比亚迪呢 在非洲怎样又开始怎样 并购 又开始在收购 六大的这个碳核的这个产能 这工厂 这公司 好所以呢 在这一个地方 这个有垄断之险的话 那美国是非常非常紧张的 那在这个情况 这个情况 这个碳栓锂铁 这个锂电池的这个未来 这个价格会不会继续走强 大家必须特别特别特别的留意 好那这所有的股价呢 我们跟大家提一下 在这个这个地方也是这样 很久很久 叫不疼娘不爱的情况之下 这成交量已经开始这样 说到这个 今天就一百多张 那这上个礼拜四是两百多张 这个两百多两百多一百多 还有92 这股价呢 已经跌到没有人要买 这个成交量非常非常的低 好非常非常的低呢 这个地方反弹呢 也是低量 反弹也是低量 所以换句话说 这一档公司的股价呢 在140块之下呢 应该都是特定人在交易 特定人会去买 特定人会去买 所以这个股价上面的表现呢 如果你要买的话 我会建议大家 越接近140 那你就要站在买方 好那对于这个太阳能电池的这个股价的表现呢 这个地方我们就不多说了 那因为这个帽底 我们刚刚讲过 这个太阳能 这个模组 这个转换效率是全球最高的 如果台硕要合作的厂商 它有可能是一个 好那这太极呢 我们就不多讲 那跟中国大陆的太阳能有关 那在这 零二再生跟这个太大电 算是一个这个 这个拇指公司 这是有相关的供应链 好那对于这个美国股市的表现呢 我们这个一开始就跟大家讲 上个礼拜四礼拜五的这个美国股市 这是一个大幅的波动 那对这个波动上面的这个 这个两天的表现呢 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 好这地方是怎样 上个礼拜四 上个礼拜四呢 是这个大涨的435点的 道琼工业指数 那在上个礼拜五呢 这是怎样 这435点 这下跌的是348点 加加减减呢 还算是一个这样 小涨的对不对 还是算一个小涨 那那斯大克呢 那斯大克也是一样 在上个礼拜四呢 是大涨的322点 那上个礼拜五呢 是这个下跌的这个 下错304点 加加减减还是这个 这个小涨的一个局面 好那这个S&P500指数呢 我们就不多说了 那再看一下这个 非诚半导体指数呢 也是一样 这个地方上个礼拜四 大涨108点 礼拜五呢 是下跌的这个95点 加加减减还是一样 偏多的 好那这个两天的交易日呢 在这端午节之前的变化到今天的这个股价的表现呢 当然是这样 还算是偏多 那以今天的这个亚洲主要股市的反应来看呢 这个找盘 日本股市呢 稍微是怎样 这个由黑翻红 由黑翻红 好那在以香港恒生指数呢 却是这样 开高震荡之后就直接往上走高 所以今天的亚洲主要股市的表现 基本上呢 还算是怎样 偏多的 还算是一个偏多的一个格局 那台币股市的角度也是一样 也是一样 在找盘这个地方震荡 好 如果你是我的会员朋友 或者是你在我们这个财经护城额的这个 这个粉丝页 或者是这个 这个高手战神的社团上面 你都可以说到我们这个盘前三分钟的内容 我们就已经讲过 除非这个美国股市呢 在上个礼拜呢 就是这样大涨收高 让今天台币股市呢 开的非常的高 好 要不然呢 即便有开高 即便有开高呢 在找盘呢 你要特别特别的留意下 这个卖压 空桶的这个震荡的卖压 好 所以这个大盘在今天这找盘呢 出现一些震荡 那是这个震荡呢 如果你是我的会员朋友 一样的 你可以收到这讯息 我就直接告诉大家说 这地方是一个获利的卖压 获利回徒的卖压 但是因为最短时间呢 可能大家赚钱 不是赚的这么多 或者是赚钱的人没有这么多 所以这获利的卖压 并不强 并不强 一大早我们就这样发讯息给我们会员朋友 那所中的股票呢 当然是怎样 不用紧张啊 持续的看多 好 那对于鸿海的股价的表现呢 我们就这样 一样是看多 对真顶的股价表现呢 在今天早盘呢 一样还是一样 相对大盘是走强的 好 在操作上面啊 投资吧 这大盘的走势呢 跟大这个美国股市市场的表现来看 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了 好 美国股市在上个礼拜四礼拜五的加加减减呢 都是这样偏多 这比较小涨小涨 那如果以这个位阶的角度来看啊 我们来做一个对比来看的话呢 这道琼工业指数在这个地方 这是台北股市的大盘 那这个地方呢 台北股市的这个位阶呢 似乎呢 会比这个道琼工业指数的位阶还要高一点 那也就是说台北股市呢 在最近表现是比道琼工业指数还要更为这样 强劲的 那如果以这一个K线图上面角度来看 这地方有12345 这是一个重要的五根红K线 这五延红 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这往下跌 当然这五根红K线的支撑是怎样 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换句话说 当道琼工业指数没有跌破这个位置 这一根红K线的收盘 这个开盘价 或者是这一根红K线的这个下影线 没有被跌破之前 那基本上这股市呢 都会还是往多方发展的几率比较大 另外一个 那拉回到台北股市呢 同一个时间点 这地方是怎样 多来空去 空来多去 这地方是空方动能开始转强 这一根红K线变成怎样 多方动能开始转强 这一根黑K线又转为空方动能开始转强 这一根上涨的红K线又变成多方动能开始转强 这四天我们称之为是怎样 多空交战激烈 这个位置是在16100点之上多方怎样掌握发球权 这个位置是在16000点之下空方掌握发球权 这多来空去交战激烈的这个情况是多方怎样 胜出隔天再用这一根跳空拉出一根长红K 所以这股市呢往上攻高 我们已经有刚才讲过 这位置叫做16579点 攻到这地方 再往上他会进入怎样 16764的这个压力区位置 16764到17209之间有一个压力带 这压力带攻上去呢 稍微的压回 我都跟我的会员朋友说 不用担心不用紧张 好那这地方你可以看得很清楚 这一根红K线整理了两天 今天说出的这一根红 这个小红K成交量有没有带出来 没有带出来 在今天的这个行情上面的变化 投资朋友你要特别特别的留意是什么 特别特别的留意是 这地方是怎样 感觉上有卖压带出来了 但是呢这个地方最后收盘是怎样 没有成交量 没有成交量 但是这个过程却是怎样 油黑翻红 这代表是什么 第一个追空的意愿非常的低 第二个是什么 第二个是什么 市场上做多的人 有股票的人他不会随便卖股票 这地方成交量并没有增加 这地方是有点习瘦的味道 只要有买盘进场就上去了 有买盘进场就上去了 那空方怎样卖压这样 没有追空 那多方呢 舍不得卖股票 这地方筹码还算是安定的哦 还算是安定的哦 要不是因为成交量太小 这地方我认为这地方不会震荡 不会震荡 他这个地方有点洗亮的味道 把成交量稍微洗出来 稍微洗出来 所以以台币股市的角度来看呢 我们就切回来这个字卡来看 这个这个图卡来看 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了 道琼公益指数这个地方是一个最重要的五连红 关键的五连红下方的支撑在这地方 你必须特别特别留意 他会不会被跌破 那我认为当然不会跌破 那以道琼公益指数的这一个日k线角度来看 非常的强劲 以这一个周k线上面角度呢 这个地方kd指标即将要讲交叉 那以这一个指标来看的话呢 即将在那出现背离买讯要确认哦 指标在kd指标这边要交叉向上了 好来同志们我们讲一下 这时间不久 有点久了 但是我们再讲一次 有人在这个lite上面问我 说老师这个什么背离买讯 同志们 美国道琼公益指数的背离买讯呢 有很多人在看这个kd指标 有没有背离 这当然是没有背离 这没有背离 好了 但是呢 如果以这个mcd这个柱状体的角度来看呢 它当然是有背离 这地方呢 这个地方是怎样 低点在这地方 但是这个位置在这地方 这地方 这个低点已经破前低了 但是这个指标有没有破前低 没有 没有 所以这地方有没有出现一个背离的买讯 当然有 那它这个mcd有没有交叉向上 还没有 所以这地方即将要怎样完全确认 好 这根红k线还没有出来之前 我就跟大家讲过了 而这一根红k线是上涨1951点 投资票我们在这个线路上面 透过轮转战法的技术分析 早就已经提前告诉你 这地方你要站在买方 你要操作要站在多方 这是道琼公益指数 这是费城半导体指数 投资票这两张图请你来对照一下 对照一下 费城半导体指数 KD指标已经开始交叉向上了 那这mcd的这个地方还没有交叉向上 也还没有 但是它这个背离买讯呢 也即将要被确认了 好 那这大盘 台币股市的大盘 KD指标周k线在这地方也是交叉向上了 那mcd呢 这地方也是一样 那这我们之前有跟他讲过 要修正下跌的乖离 台币股市没有背离买讯 它在周k线上面是一个修正下跌乖离的走势 所以对于这行情上面的变化 我们早在这一个 这个节目上面已经跟他讲的非常清楚 以线阶段这角度来看 大盘子K线这地方多来空去 空来多去 我们刚刚已经说过了 这条红 这个粉红色的线叫做16579点 再往上攻高会触碰到这个17 怎样 16764这个压力带的下源 好那攻上去呢 那这个地方就要放量 如果没有成加量 它就会属于这个整理 那什么时候要攻 什么时候要攻 什么时候要攻 契机当然是这样 明天的苹果的WWDC 台积电鸿海 概念股会不会往上走强 这是一个契机 另外一个契机是什么 在这个6月中的 这个FED历率决策会议的内容 这公布到底是怎么样 好那最后呢 时间 这个讲的太久了 那我们就直接跟大家讲 WWDC在今天晚上凌晨一点 那你必须要特别特别的留意 那以这苹果的股价的角度来看呢 我们当然是怎样看好后事 我会看好后事 好那在这个操作上面 这个台阳跟真顶KY 如果你不会操作 同学们就请你来跟着我一起做 好如果你知道标的了 但是呢你不会赚到钱 同学们那就是你操作有问题 好那请你跟着我来操作 请你跟着我来操作 应该会怎样比较容易赚到钱 好那今天是冬午节过后的 这个第一个假日 我们再跟大家讲 冬午节包装的年终优惠回馈专案 同学们今天是最后一天 今天是最后一天 请你好好的把握机会 这个机会我们再讲是 年终优惠回馈 年终 你就知道这有多优惠 好新会员 就是年终优惠回馈 那旧会员 你曾经加入过的会员 再回来加入投资料 再多给你这样 过去前所会有的优惠 好不好 好那总而言之 大家都喜欢优惠优惠 那我们当然是这样 不会吝啬 不会吝啬 好有任何的投资问题 都在这个大议子上面 都可以来询问 那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了 有人不懂这个贝离的 这个看法 那我们刚刚也跟大家讲的很清楚 希望这个投资朋友 股票问题 Lite 你可以点选 可以加入 可以来询问 都没有关系 好不好 那在这个财经护城 这个股票咨询申请表 那就在我们YouTube影片下方 这个网址 网址链 你可以点选 可以看得到 那这个最后 再跟大家叮礼一下 让我们节目是怎样 对你的操作 交易帮助 这一定会有这样 受益肥浅 好不好 希望你能够每天锁定我们的节目 财经护城河 让我为你来守护 与创造你财富的堡垒 好吧 我是红高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